接下来我们将屏幕从PPT前往到我们的课程大纲 课程大纲是想把各位这个系列课程做的一些特色的调整 那么这里我会把相应的细节点 以及相关的要点 罗列在我们这个MacDone的目录里面去 后续供大家回顾 那么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传统Web应用 我们首先增加一个依赖 那么这个依赖其实也是一个Maven的模块 这个模块是用Spring Boot-Start来进行说明的 切换到我们的应用中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我们这里全部都是用Spring Boot-Start的方式 也就是说Spring的自动装配 其实是采用Spring Boot-Start的方式 简称Spring的Starter Spring Boot的Starter它会分为很多这样的模块 其中包括了Test模块 以及我们这里的Web模块 因为它每个功能分成了各个模块 那么自然而然你会增加不同的模块 来加以这个识别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特点 Group ID其实都是固定的 都是ORG.SpringFreeWork.boot 那么它的这个FID几乎都是Spring Boot-Start的前缀 因此这样方便我们记忆 在后续学习WebFlex以及GTBC都是在一个模式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 把它依赖进来的时候 我们依赖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这里从以前的两个依赖变成了三个依赖 那么依赖里面也会有间接依赖 包括这里的一个Tonecat 成为我们前面所说的 我们说Spring Boot-Start是一个前缀 你会看到这里的Group ID是没变的 那么它的那个Start就加以变化 比如说Json也是同CAD 那么它里面自然会有一些间接依赖 包括Server的API也是依赖 诸如此类的 我们把它缩回去 同时我们看到了我们这里的错误随之消失 为什么随之消失呢 就是因为你的依赖进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Class part上面有一个相应人类 这个时候我们的条件就加以满足 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工程里面 我们会有一些东西进行自动装配 那么我们通过运行我们的程序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这个端倫来 那我们这里就开始启动了 那么启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 这里有一个日子会告诉我们 启动的容器是哪种类型 比如说Tonecat的Start on Port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端口是8080 同时我们这个容器是Tonecat 那和我们刚才的依赖 其实就要相呼应了 那么这里会明显看到 我们这个Starter是依赖了Tonecat 那么因此我们现在的容器就是Tonecat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来访问 我们这个目标的这个端口 那么我们就访问根目镜 我们首先来切换一下我们这个Loghost 访问完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还没有增加 任何的一个映射的处理 那么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这样的白页 这个白页里面其实是一个错误信息的警告 比如说我们当前页面 是没有映射到任何一个 我们处理的相关的实现 那么因此它会报这个4.4的错误 同时我们这个后台 也会收到相关的这个错误的提示 好 那我们继续我们的Servant的一个议题 那么Servant我们可以知道 它这里分为三个方面 一个是Servant的Filter和Listener 这里我就简单的用Servant的方式来进行说明 那么Servant的方式 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那么Servant就会有几个方面的描述 第一个是要实现 第二个是URL的一个映射 这两个方面 第三个就是注册 那么注册 我们会到后面加以描述 首先我们要实现这个Servant 那么Servant我们可以结合后面的注册 来进行一并来讲解 那么注册它首先有第一种方式 就是所谓的Servant Component Scan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通过扫备的方式 那么就必须要结合Servant的另外一个机器 在我们实现的时候 在Servant 3.0里面可以用这个方式 那么我们结合代码来加以说明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接下来小伙伴请注意上哪个的一个操作细节 那么我们在这个DiveInSpring Boot 下面我们建一个包 那么这个包的包名叫Web.Servant 那么为什么是我们进去建呢 因为我们知道Web的工程里面会现在有两种实验方式 一个是Reactive 一个是Servant 因此在Web MVC里面 它的分包方式也是那个方式 也就是说以前它是放在Web上面 现在一分为二 所以因此这个包其实是它的所在的一个权类里面 也发生了调整 如果你在用Spring Boot 1.0的时候 你会有这种感觉 那么我们现在到我们这个里面来 我们构建一个我们全新的Servant MyServant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MyServant 这里就是我们的MyServant的一个定义 首先我们回顾到这里来 那么我们讲Servant 3.0应该怎么去实现呢 首先我们要增加一个这样的Unitention 那么我们把这个Unitention给复制过来 同时把它导入进来 导入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导入完之后我们还要同时实现它的一个接口 是HDPServant的这个接口 那么为什么要实现这个接口呢 因为这个东西是Servant 3.0规范里面决定的 而不是我们自己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此我们必须要按照这种架构来进行这个实现 那么实现完之后呢 这个里面会有几种方法来实现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一个是do get 一个do post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用do get 那么我们自己就copy下来 比如说我们覆盖它的get方法 当然这种方式可以一起smallvc 如果你熟悉的话肯定更复杂一点 因此呢我们这里就直接输入一个hollowword就行了 那么我们在response的write里面呢 可以输入一个hollowword 输入完之后呢 我们也不需要去关闭它的write 而直接就进行输出 这样就即可 那么我们这里配置完之后呢 我们这里呢 需要增加一些这个映射 那么这里映射呢 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个内容 这里我们就相应实现好了 映射呢 是我们这里需要增加一个ul pattern 那ur pattern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映射到我们的这个根路径 也可以映射到我们相应的路径 那么我们这里呢可以添个路径 比如说my servlet的路径 当我们访问my servlet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do get的方法就会去请求 我的意思是说是从浏览器这一头来访问 那么就是这种方式 这个第二步就是我们的这个映射 配置完之后 第三步呢 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关联呢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注册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请注意一下 注册呢 我们用第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呢 就是at servlet component scan的方式 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我们放在哪里呢 我们放在我们的主类里面来 这里把它复制过来 那么这个呢和我们的那个component scan呢 有点类似 这里呢它也会有个best package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什么东西复制过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呢包名复制过来 其实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包名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这个web下面呢 我这个包名下面呢 去扫描我所有的这个组件 那么加以注册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my servlet给加进来 那么我们就这样去写 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控制台里面的变化 我们首先呢重启一下 重启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控制台里面呢 大家如果留心的话 可以发现一些这个相应的变化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my servlet呢 其实已经映射到这里来了 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my servlet 那么my servlet呢 其实会映射到相应的这个物理地址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路径呢 给复制下来 复制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放到我们的这个 浏览器上面去进行访问 那么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了 Hello Word已经输出出来了 这个内容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my servlet 来进行这个输出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了 其实在传统的servlet的应用呢 也是可以放到我们的spinboot里面 来进行这个相应的操作的 因此呢 我们这里呢 其实实际上讲了三个方面 一个是实现 是吗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注解 加上什么呢 两个方式 那么这里加以说明 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要实现是吧 servlet 第三个是什么呢 要注册是吧 那么这个应用设呢 其实就可以通过这个 web的URL pattern来进行这个操作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操作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那就是我们这个操作的方式 那么注册呢 我们就是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个传统的方式操作 就是这种方式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好 那么就其实已经完成了 那么servlet呢 这是其中一种组件 那么filter和listen呢 也是依此类推 那么呢 这是第一种这个注册方式 刚才我们介绍的servlet注册方式呢 是sprint的自定的注册方式 它其实呢 是结合了servlet规范来进行操作的 当然我们现在这里呢 只是简单的告诉大家 如何进行使用 其实更复杂的内容呢 我们会在相应的章节里面 加以说明 这里呢 不只是它的相关的实现 而且呢 还要结合规范来说明sprint boot 它是怎么去思考的 同时另外两种方式呢 一个是sprint bin的方式 一个呢 是regist bin的方式 那么regestion的这个bin的方式呢 和sprint boot的bin的方式呢 其实有点类似 那么在后续的章节呢 我们会加以说明 到底呢 它是怎么去做的 接下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呢 就是关于这个 逆步非主射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里呢 我们会介绍一个 逆步非主射的实现 逆步非主射呢 其实方面两个方面 我们前面也介绍了 一个是逆步server的 一个是非主射server的 那么其实呢 逆步非主射 这两个方面呢 是分别在3.0和3.1之间呢 进行展开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 这里有一些API 就是serverrequest start的 ascent9这个API 以及呢 ascent9context这个API 那么这API要怎么去使用呢 怎么才发挥它的逆步作用呢 那么我们下面呢 会加以介绍 我们下集结束 我们下集结束 这个是非主射的 分散感 请您的